下一位戰遇者是美國的Richard Richard, please, thank you 各位早安 在我內下的本體內 對你們各位的本體致敬 我的太太云洪跟我 有這樣的機會能夠去遇到 跟本尊相見 在過去幾天 就前幾天了 我是在本尊道剛開始的一個初學者 是本尊的道 初學 我跟他相會的那個經驗 真的是我這一輩子很大的轉變 他顯示了我 教導了我很多東西 關於那些可能性 什麼的可能性 在我們內在 內在的顯發的可能性 他顯示了我很多的可能 從我內在的顯發 其中有一件事 是金龍 金龍 給我還有我的太太 他賜了金龍給我 還有我的太太 在這裡 在這裡已經在我休斯頓的家裡 他派了金龍過去 帶走我們去 所以金龍這個概念 真的是我們平常不是外面的動物可以看得見的 我們大家都知道 那個金龍龍是神話性的 神話裡面的動物 我從來以前沒想過什麼龍 但在這裡一個偉大的老師給了我這個金龍 所以請問各位萬聖也了解 我怎麼去了解 所以我了解的是說 這個龍 是我對我本體的一種表達 他轉換的方式 變成了金龍 一個龍 所以給了我們 是一個象徵可以來用 打開我們內在那份寶上的可能性 所以我坐上了高鐵 然後回到了台北 然後我從窗戶看出去 所以你看到 你認為我會看到什麼 我看到一隻龍 真的我看到龍 然後我突然認 我才了解到 那是我內在本體的顯法在外面扭露出來 我看到了龍 那隻龍 他顯示我們 帶到我住在 Texas州的休斯頓 真的是 很強 那時候我碰到了本尊之後 發生了一段故事 我能夠告訴你 從我這個知識的經驗裡 本尊是真的是一個大師 那個老師 他是真實的 上次我跟您講過我來台北 我真的一點期待都沒有 我發現這裡做的都是靈性的家庭的成員 還有我們去的那個新屬道館也是 一群人 這些人 真的對這個世界來講是非常獨特 你真的非常對想要覺醒的那份渴望 是這樣的真誠 在我們本尊道裡 本尊顯示我們這個道給我們 這一群人 是非常獨特的 對我來講是 真的是非常偉大的那份光芒一樣 我的太太云童也是 找到了這樣靈性的家庭存在在這兒 越過了半個地球來到這裡 我們現在也成為其中的一份子 所以我的結論就是說 可能就是鼓勵大家 繼續走 如果你是新來的朋友們 像我之前去體驗也是一樣新來的 能夠去做那份練習 看看你能夠找到些什麼東西 因為本尊是真實的老師 真的顯示我們那條道路 就這樣 非常謝謝各位 你們熱情的招待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謝謝本尊 謝謝本尊 謝謝 感恩本尊 在這個宇宙大觀體 本尊降當的日子 我們來到了台灣 取經 現在呢 滿載而歸 所以我非常的幸福 我去面見本尊的時候 被他的那個慈悲和廣大震住了 震撼了 我就沉浸在那種幸福和喜悅當中 然後是 微微的有一點暈 頭有一點暈 我都不知道要跟本尊 讚一些什麼 我頭天晚上我跟先生兩個 就說我們要向本尊 說什麼說什麼 想好的 一句都沒有說出來 就坐在那裡 被他的慈悲震撼了 真的是深深地感到了他的慈悲和廣大 而且是偉大的 那個美妙的 實相的老師 就像我先生說的 我們找到了 真的是 我們感覺到了 深深地感覺到了 所以我們這一次 我被震撼地說不出話來了 最後只能是像個小孩一樣的 說 本尊給我光 給我 給我什麼 給我的家人 像他們說的 學習 就是在當下學習 他們幾位要什麼 我就跟著要什麼聖誕禮物 他們要聖誕禮物 我也跟著要了 原來想好的一句都沒有掉了 腦子是空空的 然後本尊慈悲 本尊知道我們 有的是要趕地鐵 所以呢 他就趕緊趕緊地給我們 然後就 我們收窄滿滿 真的是 我感覺到了 我感覺到了 偉大的實相的老師 這個是天大的福氣和福報 我相信大家是 比我體會更深刻 而且是 我們這一森 摩大的榮幸 我們飛了半個地球 二三十個小時 來到這裡 真的是 非常的 非常的榮耀 值得讚嘆 也對我們的生命 本體 這個是我們的榮耀 也是在本尊光照的下面 我們能夠 見到我們的自性本體 本尊能夠展示給我們 生命的奧妙 這種美妙 我以前是學密宗的 我也修過 出生入死的這個長修 我的修過 只有本尊到 本尊指給我們的路 是最直接 最簡潔 最光明的 那以前呢 以前修的呢 也不是不好 本尊也說 沒有什麼不好的 它是一個階梯 一個階梯的讓你 到了那個時刻 你才看得到 無限的光明 就是 無限的風光 再顯風 太幸運了 我能夠站到這個頂峰 看到無限的那個 美妙的生命光明 真的是太震撼了 我這次真的被震住了 我以前是老師 我很會講的 但是我一句都講不出來 本尊幫我推書的時候 我就是有點暈暈的 反正是那種 有一種 涉受到那種 很柔和的那種能量 但是就是 有一點放空 為什麼呢 因為我以前 腦子裡面太多東西了 是吧 三十年的經典 各種大絲的說教 我裝的太多了 所以我那一下是 腦子是空的 所以我是空空的 在享受在光的 光輝當中 這個是我這次來的 這個體會 我給大家分享 另外呢 我要分享的就是 在我們要見本尊前的五分鐘 就是要去 見本尊的地點的五分鐘前呢 吳鼎兒呢 從美國打電話來 視頻跟我們 問我們情況 因為我們這次來 我們兩個年紀也不小了嘛 千里迢迢的 大家都關心我們 每天呢都要問候一下 你們怎麼樣啊 好不好啊 習不習慣 天氣怎麼樣 然後呢那天 在見本尊前的五分鐘 我們要過那個地點去了 他就在酒店跟我們視頻 然後呢他說 我媽我在跟一個贊助商 一個贊助商呢 他們準備籌建 開一個診所在美國 準備開醫院 有一個投資商呢 正在跟他聊 彈著彈著 他說天空中一個奇彩的光球 在那裡撞動 在他眼前撞動 我說天氣好嗎 休斯頓 他說天氣非常的好 天氣非常的清新晴朗 但是呢 我看到了空中有一個球 然後是我就震撼了 我在那裡 啊那個大人就 哇 你怎麼得到了 你怎麼得到了 他說 我也不知道啊 我就看著就看著 然後一直在那裡轉 奇彩的 他說 然後他打給我視頻 在視頻聊天的時候 我就看著一些星星 從天上 從我們家的那個房子下面 房子上面呢 就一顆一顆的星星掉下來 哇 但是呢我又急著 我說 哎呀太震撼了 太感恩了 太感謝了 這個是什麼日子啊 然後是 我們不得不去地點了 然後我就說 趕快你把 你看到了 你趕快拍照片 發給我們 你就 嗯 過來跟我們一起 面見本尊吧 所以 我 我跟本尊要 永生住的時候呢 把我們家人 那個 那個 圓光的時候呢 本尊就刺了 藍色的 永生珠 咚 一下 我才跟我媽 和我 我爸爸 安那個 他們還在世嘛 安那個 永生珠的時候 在光想著 然後 他就跳出來了 我女兒就 跳在那裡笑啊 就在那個 永生珠裡面 這個是 無以倫比的 真的 有的 無法用 語言 表達出來的 這個真相 真是被我們 本尊 這個神聖的 大光體 降當在我們這個 同一個時代 我們才能夠 領略得到 他這麼清晰的 展示給我們 這個太美妙了 太美妙了 我還要 我還會再來的 謝謝大家 不耽誤大家的時間 請其他分享你們的 更多的感受 好 謝謝 顧美瑤彤 到從美國回來的 請她為我們佔育 好 感恩本尊 昨天就是 秘書長叫我今天來說說 我從去年到今天 入會有什麼體會 跟大家分享一下 莊顧文好 早 副委長早 大家早上好 我是說去年十月份 我就接觸本尊到 我第一次來台灣去年 然後之前呢 就在美國 就突然間看到 本尊的視頻 然後就點進去看 看了之後 很有興趣這樣子 然後就找辦法 怎麼樣聯繫這邊 然後我就進入了 第一次來台灣 就見了本尊 見本尊之前呢 來到這邊 有幾位自身同將給我帶動 帶動 帶動杯子啦 花啦 然後帶動 就看得是模糊的 不是很清楚 然後見本尊之後 本尊給我吹個氣 就放個光 然後開始有點 很好了 看到很清楚 幾位自身同將 就叫我回去 要自己去體會 自己去帶動 那我回去 就乖乖的聽的 就每天就 用半個小時來 給自己帶動 這樣子 慢慢的帶動 幾個月後 就慢慢開 看到自己 的 髮生 就 如不動 就站在那邊 對著我笑而已 沒有什麼 然後我就 開始 用 心理跟他 溝通 慢慢就有點 反應 這樣子 然後 我家裡 都有一個光堂 這樣子 每天都敬茶 然後我 敬茶之前 我是先請我的髮生出來 我先跟我的髮生 鼎禮 然後我就 請我的髮生 一起向本尊 敬茶 鼎禮 這樣子 然後 之後呢 我就唸那個 光彈片 這樣子 然後我就看到 我的髮生 跟著我唸 我停他就停 這樣子 很有趣 每天我就 早上 上班之前 我就這樣做 下班回來 也是這樣做 然後 每天上班 我就請我的髮生 一起跟我上班 然後 我進去車裡面 我就請我的髮生 坐在我旁邊 然後 我就便 早餐給他吃 然後 他在吃的時候 我嘴裡 已經有 那個食物的味道 然後 一邊開車 我就開 本尊那個MP3 來聽 我就請我的髮生 一起 聽本尊開車 這樣子 每天都這樣做 然後我到了 在公司 我就跟我髮生說 現在我要開 工作了 就沒有互動了 然後 我就忙我的事情 到我下班的時候 我又請我的髮生出來 就坐在我房 我旁邊 就開車回家 路上也是開那個MP3來聽 每天我都是這樣做 到家 回到家我也是這樣子 忙了自己的事情 結果我就來進巢 也是請我的髮生出來 跟我互動這樣子 我就做了好幾個月 慢慢我就看到我的髮生之後 很清楚很清楚 他做什麼我都 心裡都知道 就要一個念頭就知道這樣子 然後很有趣這樣子 有時候去哪裡 我的髮生都擋在前面 就是陪著我走路這樣子 就好像 我在 在飛機上的時候 我來的時候 這次來的 在飛機上 我就覺得我很累 可是睡不著 在飛機上就睡不著了 然後我就 我就跟我髮生口頭 我說睡不著怎麼辦 然後 然後我髮生說 沒問題啊 他就說 跟我說一句 沒問題啊 你會睡得著了這樣子 之後我就瞇一下 瞇一下 突然間我 坐在第三個位置 然後 窗外 突然間有一閃光就閃進來 閃到我的臉 我就看了一下 是一個 是個大日 然後 上面呢 中間是白色 上面是紅色 下面是藍色的 然後 一會兒就 轉著我的正面來 這樣子 變成紅色 很好漂亮的紅色 這樣子 然後就感恩 然後 我來之前是很不順的 因為我在美國上飛機的時候 就 飛機出 跑出那個 出外面 一個十分鐘了 然後他說 飛機上沒水 就要回頭 回頭 我 本來是十點半要飛 我等到一點半才飛 這樣子 然後我要轉機 我來到日本 要轉回來台灣 就我已經吃到了 我的班機 已經 趕不上 走回 我要等下一班機 那下一班機 我本來 我是登機要吃素的 然後我下一班機 我一轉機 是下班機 沒有我份 所以他就跟我講 你沒有 你的晚餐 是素的 我說沒關係 然後我就 在飛機上 我就便出來吃 還比那個飛機餐好吃 飛機餐好難吃 我真是很感恩 很感恩 我的本體 這樣子 就 我來到台灣 就已經快要三點早上了 就是那天就很累 幾天都沒睡 沒睡好 我現在就住在我子女家 然後床也不是我 睡得更不好 所以我就變成是我的床了 我的桌子 我的什麼都白色 都是像我美國那個家 我看到很舒服 我就好好睡了一場 就隔天就很有精神 這樣子 所以 我就一直在體位中 這樣子 然後我來到 這幾天 我是每天都來 搭那個捲影來嘛 然後我就 有些路 我還不熟 我就請我的法孫帶路 這樣子 我的法孫就在前面 他走 就跟著他走 這樣子 就是 很感恩我的法孫 所以我很感恩我的本體 一直在照顧我 這樣子 所以我的 讚譽 我的分享就到此 感恩 大家